请不吝点赞 杯纸给老中堂请安了 不敢当 高台大人 请上座 老中堂在此哪有下官的席位 可是这个 这个 指负大人 你也太无礼了 请高台大人明示 你怎么敢让老中堂坐在侧席呢 高台大人 卑职以为老中堂已然还乡 不应干涉地方判案 放肆 既然如此 刘某就干预一下地方办案 高台大人 请坐 大人 这个案子不能再审下去了 都请坐吧 来 杯纸谢我 升堂 慢 老中堂 杯纸带来了谋逆犯 王英莲 老中堂与王英莲过从甚密 以大清律 老中堂已是嫌疑之人 虽然老中堂一向为卑职所钦佩 但卑职不敢因此而犯大清的律法 来人哪 江流佑 满上 谁敢 请老中堂维系国家的法度 卢阵亲临 五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升堂 升堂 快点 走 走啊 快点 走 白玉莲 民女在 白玉莲 你为何到堂上击鼓鸣冤 民女为清风店主 李友义民渊较躯 那也杀死尹小六的不是李店主 不能将他驱打成招问成死罪 不是李友义所杀 那是何人所杀 就是民女我 白玉莲 你一个柔弱女子 你一个柔弱女子 怎能杀死一个壮汉 此事实难令人相信 大人不信 庆宴凶器 大人 我可以 剪刀 民女那天晚上 就是用这把剪刀 杀死恶徒 杀死尹小六的 你因何杀死尹小六 从事招来 大人荣禀 尹小六那一夜 把民女骗到了清风店 将民女 夜里民女趁妻酒醉 用剪刀 刺死了尹小六 不信 知府大人 在 经过无座验尸和一干人证 均属事实吗 小家 属实 老中堂看过安全的 尹小六 确实民女所杀 民女绝不推卸罪责 而疑惑其他无辜善良 我愿给死者抵命 誓杀誓寡 劝由大人做主 冤有投债有主 致求大人民进高悬 将被无辜牵连的李友义 释放 按大清律规定 杀人偿命 这是无话可说的 但念你是为歹徒尹小六 奸污霸占 又有拐蝎潜逃 因你在途中识破他的轨迹 出于自卫 将尹小六杀死 又能上庞自首 应该轻判 官 判你监禁三年 你可认罪 你可认罪 多谢青天大人攻断 民女甘愿入奸服刑 好 站在一旁 李友义 在 清风殿一案 经过审理已经彻底查经 其白玉莲所为 于你完全无干 先宣判你无罪 清天大老爷明镜高悬 小民永生永世 不忘大人的恩德 王英年 民你在 你为何节劳 要救李友义 回大人 李友义 李友义 纯属冤枉 致服审案不便是非 严刑逼供 李友义 来我家几十年劳谱 民女唯恐将他打死 所以才入牢中救他 卓唐 劫返玉 按大清律 应当问斩 尹大人 卑之在 救人一命 如何减刑呢 回老中堂 王英年 劫老 又谋反嫌疑 刘某断案多年 禁记证据二字 一是人证 二是物证 现在证据确凿 知府共认清楚 王英年 仗义旧人 虽然风法不当 但谋反之说 完全是江宁之府 夸大其词 邀功媚上之说 谋反一说应当消案了 高台大人 你看如何发落 你怎么说 卑之愚昧 请老中堂裁断 大人熟知律法 还请大人明言 以卑之之见 应当庭施放 高台大人 这位知府又该如何裁断呢 老中堂 高台大人开恩 真正 拿下你的顶子 自己到刑部去领罪 我领罪 多谢高台大人 多谢老中堂 中堂大人 卑之这样裁断 有何不妥 尹大人精明练的 知法如山 不寻私情 刘某钦佩之志 老中堂过奖了 退堂 退堂